特朗普胜券在握 刺激美元创下2020年3月以来的最大涨幅 同时拖累马币跌破了4.40关口 完整内容请继续收看11月6号的百革大事迹 晚上好 我是家训 新闻开始来关注美国总统选举 美国总统大选成绩已经有了初步结果 根据当地媒体测算 再度参选的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 成功斩获277张选举人票 对手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 则获得226张选举人票 换言之 高龄78岁的特朗普将再次入驻白宫 成为新任美国总统 与此同时 共和党也重新夺回了参议院的控制权 这也是四年来共和党首次取回参议院的多数席位 特朗普在开票晚宴致辞时 高喊自己是第47任美国总统 这一次选举创造了历史将迎来美国的黄金时代 同时他也誓言会治愈这个国家 解决边境问题和其他问题 另一边想 美国驻马大使柯嘉年保证 无论谁当选 美国与大马的关系将保持稳固 他今早在一间酒店与旅居大马的美国公民 观看美国大选投票直播时表示 两国已经有超过65年的外交关系 尽管新总统上任之后的政策可能会有所变化 但双边关系的基础将保持不变 另外 当提到首相恩华早前回职了美国方面 要求大马停止与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的呼吁 柯嘉年拒绝评论此事 不过他坦言美国认同大马的自主权 及自由展开外交关系的权利 另一方面 美国总统大选结果 牵动了全球市场情绪 国家银行密切留意最新进展 同时已经准备好管理市场波动 及确保情况有序 随着投资者看好特朗普胜选 美元汇率应声大涨 拖累马币急速贬值 跌破4.40关口 写下8月16号以来最低水平 马币对美元开盘报4.3400令吉 随后迅速由起转跌 最低跌至4.4085令吉 截至下午5点 收报在4.4032令吉 马股周三闭市时 收报在1634.17点 全天起了13.47点或13.47% 接着有国会消息 国盟党边达吉尤丁今天在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部长阿沙利纳 为2025年裁案进行部门总结时 再度挑起了前首相纳吉 追加服刑附加御职的课题 境外阿沙利纳回应称 此事不在其管辖范畅内 阿沙利纳回应 无论如何针对直加服刑法案的细节 内政部长塞伯丁此前已经表示 将在明天的国会下议院会议上进行说明 一党本同国会议员阿旺哈欣日前指控行动党一名前部长 在家中藏有9400万令吉现金 虽然反弹会已经反驳此说 但阿旺哈欣昨天好几次在谷会被点名时 依旧没有任何表态 来到今天 谷会下议院议长佐哈利就给阿旺哈欣提供了两个选项 我没有知道有任何异端有任何异端有任何异端 除了什么我认为 在乎中的文端有任何异端 在乎中的文端有任何异端 所以因为有任何异端有任何异端有任何异端 雷尔昨天已经援引议会常规 要求将阿旺哈欣交到国会特权委会处置 首先安华在提成2025年财政预算时重申 他将会继续不领薪水 此举引发了一党议员的嘲讽 称他为天使 并质疑他如何维持生计 一党主席哈迪阿旺 昨天在国会下议院辩论时重提此事 甚至以不点名的方式指责安华 称其试图通过拒绝领薪来塑造自己 比先知穆罕默德更高尚的形象 公共青团团长阿当·阿里 昨天在社交媒体X发文雇主 怒对哈迪的言论过火不是好榜样 他表示哈迪一旦站上政治舞台发声 就只会批评与其意见不同者的善举 在阿当·阿里看来 哈迪总爱使用动物界的比喻 但这一次的言论显然过于极端 远远超出了合理范围 阿当·阿里也强调 哈迪作为拥有宗教背景的领袖 不应该为了贬低和侮辱他人 而利用先知穆罕默德来进行比较 他也希望哈迪能够冷静些 不要因为政治上的愤怒 而说出如此不堪的话 今天除了这些焦点新闻 大事迹结束之前 还有其他热点新闻要跟你分享 脸书11月5号流传一段 男子拿铁棒打死黑狗的视频 大马流浪动物协会在脸书专页 发文强烈谴责这种残酷行为 并且敦促执法当局 对事案者采取严厉行动 有关视频画面让人无法指示 只见一名男子手持铁棒 悄悄靠近正在休息的黑狗 然后突然猛击黑狗的头部 直到他死亡 而一旁的拍摄者见状之后 不仅没有上线制止 反而发出笑声让人震惊 视频疯传之后引发众怒 民众随即报警处理 耕蒂尔警区主任杨比尔卡莱 今天发文告指出 这起事件发生在耕蒂尔甘榜 巴蒂康一间修车厂 警方也在昨天晚上10点半 逮捕和严扣39岁的事案男子 并且起货作案工具 云顶赌场10月23号 发生一起群殴事件 一群人因为争夺价值100令吉的筹码 而发生争执 最终引发暴力冲突 相关视频在商媒体上疯传 引起关注 温东警区主任在韩发文告 证实此事在10月23号 下午3点15分发生 警方一共逮捕7人驻查 在韩说 参与欧多的人数大约有8人 年龄介于39到70岁之间 其中数人受轻伤 被送入医院治疗 在7名被捕嫌犯中 三人有偷窃和暴力前科 目前其中三人分别是两名本地人 和一名外籍人士 已经是在10月28号被控上庭 一旦罪成 最高可以判监禁两年 或罚款或两者监失 到他国旅行 尊重当地文化和习俗 是基本原则 日前社媒体却疯传一段视频 显示一名中国游客 到布城布特拉清真寺参观时 竟然向保安扔长袍 这个行为引发大马穆斯林网民的不满 画面可见 当时有许多游客在柜台处排队 仅然有序地向清真寺的保安领取长袍 然而 其中一名游客在拿了长袍之后 却又突然折返 然后将长袍扔回柜台 让保安捕围捕月 大马伊斯兰发展局Jakim 严正看待此事 并指布特拉清真寺管理层 已经对事件展开调查 将依据相关法律采取后续行动 如果你还想深入了解哪些新闻内容 欢迎留言或私信物们 也记得追踪订阅百格 我们下回见 ProMillion McActive 善意万变 掌控自如 所赔少 保费付费更少 全民保障不便 让您以全新方式 掌控您的医疗计划 遇知更多详情 请浏览 www.prudential.com.my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